欢迎您加入即时新闻现场 我是蔡婷玉 新闻首先马上持续带您前进花莲 今天凌晨花莲连续发生两起规模 6.0以上的地震 导致原本准备拆除的统帅大楼 整栋往下坍塌 目前在花莲现场最新情况 我们连线给记者张婷玉 婷玉 而谢婷玉整个连夜花莲强震 不断多处的山区道路都传出灾情 这路段严重被落石给清洗 台九线包括了大清水隧道以及明隧道 台11线部分路段双向无法通行 一早也传出有台铁列车雾点 花莲车站一大早涌入大批人潮 盼望能够提早发车 这余正一直从今天的凌晨延续 到了早上上班上课时间 早上8点04分发生了规模5.8的强震 双北地区也摇晃油感 这季节一度停止了5分钟 被节也改为慢速行驶 只是这班距一拉长 导致捷运厢挤满了上班上学人潮 让上班族大叹好怕又迟到 好险最后在茶屋异状后 在8点17分恢复正常 开始慢慢的消化人潮 整个晚上真的是震不停 今天凌晨2点26分以及2点32分 花莲地区爆发了规模6.0 以及6.3的地震 可以说是整夜狂摇不断 包括在花莲市区的富凯大饭店 以及统帅大楼 通通都不敌强震应声倒塌 这短短10秒钟的时间 统帅大楼的三楼直接变成一楼 富凯饭店也整栋歪斜 惊悚的垮楼画面瞬间全曝光 凌晨强震造成就花莲的 富凯饭店大楼倾斜 其中位在对面的钢管 红茶老建筑 上次地震就被列为红丹围楼 昨晚有民众惊慌呼救 家里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一度受困 好在最后破门惊险抢救 整起强震也让花莲地区的民众 整晚没睡 大家纷纷逃出家门查看情况 慈禧大学也在半夜 启动了消防演练 住宿生全被叫醒 紧急疏散 今天23号大法官召开了视线辩论 要讨论死刑是否违宪 但只要有7位大法官 认为死刑违宪 就能进而废除死刑 在野党痛批 这不但违背主流民意 大法官更会沦为 执行蔡英文意志的工具 被害者家属更是痛批 不执行死刑 这就是在临迟公平正义 再关注蔡英文的爱将 监察委员高永成 调查35年前的台独分子 遭驱离案 即将要约谈新比市长 侯友宜说要查真相 对此蓝军怒轰 相关档案全都在蔡政府 怎么会找当时的小组长讨真相 这放着眼前的必案不查 去查35年前的台独案 让人怀疑就是政治打手 侯友宜只是奉命刑事 要调查真相 应该去找警政署要资料 对此侯友宜则是无奈回应 她是坚守岗位 心中坦荡 最近还频频停电跳电 昨天连台北市大安区 成功国宅都大停电 曾是准总统赖清德 格魁第一人选的 和硕联合科技董事长 佟子贤 坦言自己30年前也反核 但现在认为地球暖化 才是人类大公敌 大家对核能想法要改变 更表示核能只要技术管理好 一样安全 今天凌晨发生两起 规模6以上的大地震之后 大约一个小时 各地的夜空都出现连续的 多道闪电 有民众看了直呼说 根本像是世界末日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地震光吗 我们实际请教专家 专家指出 其实两者之间没有关联 反倒是这些地震的震央 越来越靠近陆地 有点异常 回顾在1951年 也曾经发生类似的 余震形态 更要当心 可能有更大余震发生的可能 气候异常来关注大陆 广东连续好几天 受到这暴雨侵袭 珠海机场近100家航班停飞 大批乘客无奈受困在机场 严重天灾 已经造成4人死亡 10人失踪 另外同样淹大雪的杜拜 有贵妇分享惨痛经验 上亿豪贼冲进了大水 名牌包和千万超跑都遭殃 惊悚画面来一直击 昨天下午在高雄小港区 这名驾驶一次闯红灯 瞬间撞飞了三辆摩托车 两名骑士喷飞倒地 另外在高坪大桥 这辆沙石车 在清晨5点多自撞护栏 整辆翻覆也造成了大赛车 来关心 在台北市内湖科学园区 日前有驾驶不听 一交指挥居然恶意冲撞 还变称没撞到人 讯后被依法起诉 在新北市三重 则是有小货车 没注意到前方女骑士 当场将人撞倒后撵过 骨盆大腿都骨折 台湾有民众一共13人 去年7月报名旅行社的 以色列圣地团要去朝圣 却看到以色列的地缘冲突 战火不断 担心有生命危险 提前要求旅行社退款 没想到业者回应 2万块的订金 已经拿去订机票了 现在双方闹上法院 还踢爆这居然是个一人公司 无牌旅行社 只一主管机关 无法可管 原来话题来关注 44岁的大陆男星李晨 过去曾和范冰冰交往 四年更论及婚嫁 两人当时还一起在节目上 大方放闪 最后仍以分手修场 两人分开后 感情动向 一直是外界关注焦点 最近居然疯传 李晨汉女星 Angela Baby 灭脸当中